中国国防报消息称 据外媒报道 印度国防研究所网站近日发布消息称 印度正在卡纳塔克邦建设的卡尔瓦尔海军基地 预计2025年建成 该基地将作为印度海军30余艰艇的母港 或将成为亚洲最大海军基地 一直以来 印度将立足南亚控制印度洋 成为一流军事强国作为国家战略目标 尤其是将印度洋视为印度的洋 为在未来海上竞争中占据优势 印度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海鸟计划 该计划的重要步骤是强化卡尔瓦尔港建设 将其打造为亚洲最大海军基地 为之后掌控印度洋奠定基础 5月下旬 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赴卡尔瓦尔海军基地 考察基地建设情况 报道称 卡尔瓦尔海军基地一期工程 已于2005年办公 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 设计工期为10年 规划面积44.5平方千米 印度媒体称 该基地建成后 将为印度海军提供更多灵活性和战略纵深 提高印度军队的后勤保障能力 尽管印度对扩建卡尔瓦尔海军基地 寄予厚望 但实际上 该计划在实施过程中 已经遇到不少问题 建设成本连年攀升 早在20世纪80年代 印度政府便批准了 卡尔瓦尔海军基地建设计划 然而 该项目工程造价不断上涨 从最初的数十亿卢比 一路飙升至几千亿卢比 近几年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印度经济发展缓慢 其能否投入足够资金 用于该基地建设 仍是未知数 港口经营管理不善 卡尔瓦尔海军基地 也是印度海军现役航母 维克拉马蒂亚号的母港 自2013年入列以来 这艘航母先后发生多次事故 2016年6月 该航母发生毒气泄露事件 2019年4月和2021年5月 该航母先后两次发生火灾 这些事故表明 卡尔瓦尔海军基地 存在管理不善等问题 此外 卡尔瓦尔海军基地 建设不仅包括港口扩建 还涉及后勤改革 去调度等问题 考虑到印度军方 在一些大型工程建设方面 经常好高骛远 甚至脱离实际情况 上述计划能否顺利进行 仍有待进一步观察